廣州老虎撿到200元不還 女學生崩潰下跪 說那些是我的生活費 全習近平下星期回普京 結盟或是滑船引發揣測 矽谷銀行倒閉 美國果斷應對 中國企業和富豪紛紛撇清關係 李強早墳24小時專人看管 周榮康落馬前早墳被挖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3月15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又和大家再介紹一下 首屆新唐人全球華人選美大賽 Miss NTD Pageant 現在已接受報名 參加選美 可以更加了解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女性美德 還可以獲得中國古典舞 新型訓練和選美專業培訓 大賽提供一個展現自己的舞台 選手可以快速提升知名度 和接觸主流社會人士 如果你或是你認識的親朋好友 是18歲到30歲 擁有華人血統的未婚女性 可以考慮參加 5月1日截止 報名網站是MissNTD.org 詳情和網址已貼在留言區 我們現在來看新聞 近日廣州一位女學生 不小心跌了兩百元 被一名老虎撿倒 但不想歸還 那女生哭著下跪哀求 說那些是我的生活費 畫面裏 跌了錢的女學生 跌在地上 哭著哀求的老虎 其他女學生 有些安撫痛哭的女生 有些和老虎爭執 在此時 有名路過的男人聽聞事件經過 亦在勸勸老虎和女生 有路人說 可以打電話叫父母來解決 但跌了錢的女生 發出絕望的吶喊 有知誠人透露 女生是留守兒童 父母不在身邊 和爺爺媽媽一起生活 最終在男人的勸說下 老虎才把錢還給了女生 這件事件引發民眾熱議 女生撕心裂肺的哭聲 令民眾心痛 說女生哭到手都在震 不要看之後有200元 不見了可能一件天大的 令她恐慌的事 也有民眾感嘆 中國社會細風日下 壞人變老 道德品行不端正的老人 中共兩會剛剛結束 就傳出習近平可能會在下星期訪問俄羅斯 並會見普京的消息 這被之前預期的要早 但沒有任何官方消息 透露習近平訪問俄國議題 由於習近平到現在 在外交和政治上支持普京 習近平這次訪問 是與普京進入一步結盟 還是滑船偶戰爭停火 以此在外交上與歐美抗衡 被受關注 3月13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說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快下星期就會出訪莫斯科 這亦將是習近平第三次連任 中共國家主席後的首次出訪 直到發稿中共外交部沒有就這消息回應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宣布這類訪問活動的消息 通常需要先進行協調 雖上個月王毅出訪莫斯科時 普京已親口證實習近平春季火蛾的消息 但剛剛獲得連任就這麼快出訪 習近平的迅速反應令外界感意外 有觀點分析認為 習近平去見普京 與俄羅斯結盟可能性很大 他真實的用意是 在當前中共被受國際孤立的時候 鞏固與俄羅斯的關係 共同對抗歐美自由世界的圍堵 所以習近平他其實想要趁著這個勢頭 用調情俄乌戰爭這樣一種方式 來進一步的擴大自己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這個習近平去世去結盟的 中俄之間互相之間要做什麼的事情 互相已經談好了 然後談好了之後他才去 所以他去什麼 他又不可能空手去 俄羅斯最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武器 對吧 那麼中共會不會帶著武器去 這個值得大家的關注 也是所有的西方世界各國非常關注的事情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習近平去見普京 是鞏固他既定的聯俄抗美路線 聯俄抗美 它是習近平既定的一個 重塑國際政治格局的立足點 它不會輕易改變的 所以它反俄的目的呢 它想釋放一種強烈的信號 就是暗示俄乌戰爭的走向 不能夠由美國單方面來決定 而必須得要由中美來共同決定 此外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習近平在結束對莫斯科的訪問之後 將會與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通話 也將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中烏領導人之間的首次通話 澤連斯基之前曾經多次表態 希望能夠與習近平直接通話 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現在傳出習近平要先換普京 再與習近平和習近平通話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分析指出 中共介入俄烏戰爭的滑船目的很明顯 是想從目前被動的國際外交困境內 獲得新的機會 但普京想要的和習近平要的 目前雙方基本見不到妥協的可能性 但問題是普京想提面停戰的話 他的條件是要保住克里米亞 他要保住現在已經佔領的烏冬的領土 所以這是普京他想要得到的 得到習近平的支持 然後能夠提面停戰 這是他的想法 澤連斯基其實底線非常清楚 他需要拿回全部領土 他需要戰爭賠償 他需要克里米亞 他甚至需要讓普京本人對戰爭最負責 此外外界關注習近平見普京的時候 會不會承諾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等 軍事援助的問題 張天亮表示 雖然這是普京的迫切需求 但也是澤連斯基極力要阻止的 這是烏克蘭方的底線 習近平既然與澤連斯基通話 但他不敢貿然觸碰這條底線 我覺得澤連斯基可能希望得到三點 第一點習近平譴責普京的侵略 第二停止對普京的援助 第三就是他的底線了 底線是至少習近平能夠承諾 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前兩點對普京的譴責 估計他拿不到 習近平不會做 澤連斯基希望得到三點 但他可能拿到他的底線 我覺得可能是這種情況 張天亮對中共 試圖挖旋奧克蘭戰爭的誠意 表示質疑 他認為 第一 中共不可能從支持普京的立場 讓步太多 第二 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會談 時機已經太遲 習近平已經錯過了無數的好時機 他表示 不看好中共能夠挖旋奧烏戰爭停火 資產超過兩千美元的矽谷銀行 因為資不抵債 在短短兩天內倒閉 成為美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最大的銀行倒閉事件 美國總統拜登3月13日表示 政府會採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 保證銀行系統的安全 與此同時 矽谷銀行倒閉 逆波及到中國企業和富豪 全民潘石毅等富豪損失慘重 並登上熱手 但隨後的富豪都發生撇清關係 拜登星期一表示 政府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確保美國銀行系統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納稅人不用擔心 美國矽谷銀行上星期五意外倒閉 成為繼2008年華盛頓互助銀行後 美國歷史上第二大銀行倒閉事件 矽谷銀行專注向科技初創企業貸款 其客戶覆蓋了全美近一半的初創公司 分析認為由於美聯儲加息 令直谷銀行所持有的大量債券貶值 資產受到損失 而這個消息又引發儲戶恐慌 蜂擁取款引發擠提潮 最終導致銀行破產 隨後 銀行業的連鎖效應迅速顯現 12日美國監管機構宣布關閉另一間 總部位於紐約的標誌銀行 華盛銀行同樣存在類似的系統性風險 不過拜登表示這兩間銀行的客戶 都不會蒙受損失 星期一美國股市已大體恢復平靜 大銀行業的股票依然遭受重挫 為了避免危機在銀行業蔓延 美聯儲和財政部制定了一項緊急計劃 為直谷銀行和標誌銀行的存款提供擔保 星期一 紐約州長霍楚宣布 標誌銀行已重新開放 美國兩間銀行倒閉 亦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震動 英國財政大臣亨特 星期一證實 英國匯豐銀行已收購直谷銀行 在英國的分支機構 保證了67億英鎊 約合80億美元存款安全 直谷銀行倒閉衝擊波 逆波及到中國企業和富豪 大陸介面新聞報導 3月12日 SOHO中國創辦人潘石毅被推上熱手 消息說 她和妻子張欣在美國直谷銀行有大額存款 受該銀行破產倒閉影響 她幾十億存款無法此取出 以致血本無歸 不過 潘石毅隨後對此 在微博、今日頭條等平台發布信息回應說 我們從來沒有在直谷銀行開過戶 從來沒有存款 多謝大家的關心 除了潘石毅夫婦外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網傳、外賣平台、龍頭、美團 也有大筆資金存放直谷銀行 而美團創辦人黃興更因為直谷銀行倒閉 在網上成立直谷銀行維權群 財聯社報導 美團資本市場部對相關詢問郵件回覆表示 美團沒有存款在直谷銀行 因此近期直谷銀行事件對公司沒有影響 同時 美團相關負責人亦澄清 3月11日網傳美團CEO黃興發布的直谷銀行維權群 截圖並不屬實 此外直照發稿 中國已有超過20間上市公司 集體回應受直谷銀行倒閉的影響 說在直谷銀行存款佔比普遍不到5% 並強調對公司影響甚微或沒有影響 這些公司中醫藥公司居多 包括新科師、挪亞控股、惠亮科技、 浮博集團、美圖公司、白濟神州、 在鼎醫藥等上市公司 李強上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後 他家族的事已引發輿論關注 據報導 現在李強的祖屋祖墳還有專人24小時看管 嚴禁村外人靠近 見年63歲的李強是浙江省溫州專區 垂安縣曹川鎮東奧村人 明報報導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後 原本可以入屋遊覽的 尼家祖屋突然間封禁 穿落周圍用鐵網完全圍擋 任何能抵達祖屋的道路 就夜有人藉手 靠近拍照就會被驅趕 老宅門前平地上 隔滿了監控設備 再沒有閒人能靠近 不少村民透露 2017年任上海一把手之前 李強在滿年的大年初三 都會回到自己的村 去祖屋後山的母親 阮壽年墳前祭拜 村民說 在滿山墳裡 有人把手的就是李強的家 據稱李強的母親和李家先祖墳墓 現在每一座都有專人 24小時看守 嚴禁村外人靠近 中共對外向來宣講所謂無神論 但中共官場迷信風水命理事件普遍存在 中共前政法委書記 周永康曾大收祖墳 但他祖墳被劃後 沒幾年就落馬 大陸財新網曾報道 上世紀90年代 時任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 副總經理的周永康 曾請過一個和尚看相 和尚說他做官後都是負職 是因為祖墳有問題 周永康於是幾次打電話 叮囑兩個弟弟收墳 之後周永康的官越造越大 2009年周家掌報整修祖墳 佔地大約120多平方米 院內均已清磚鋪地 沒想到2009年秋天一個下雨的夜晚 周家祖墳突然被人畫了一個洞 當時周永康已任政國級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 周家祖墳被劃不僅驚動了毛石警方 還驚動了江蘇省公安廳、上海公安局 據傳中共公安部已介入案件 但該案至今未徵破 周家祖墳被劃後的第四年 2013年10月 周永康被中共當局內部調查 2014年7月29日落馬 2015年6月11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先 ke sobie來一下 いい呢 那先在我中心的